各位接着注意看哦 你不要把八真道看得很清楚之后 会打破你自己的所有学果的观念 我当中讲说呢 学果呢要像个样子 像个什么样子呢 像个人样子 什么人样子呢 一个呢这类知书达理呢 又是什么善解人意的样子 你看这个样子都表现过出来学果 各位那为什么这么讲 接着你看下面第三个 正语 正业 各位我去看这两个家 正义就是正确的语言 各位你知道哦 这个正确的语言 你听着你听着多百分啊 各位正确的语言 你知道你常常讲话伤人 你无形你知道吗 比那个小李挥招的挥招怎么 还厉害呢 你讲这个话 凑处伤人 你讲那个话 对凑处呢 造人长短 你讲那个话呢 所以现人不义 你讲那个话呢 批判华语 你讲那个话呢 不负责任 但是各位 你想怎么讲 你就怎么讲 各位 我们学佛 在你来开的课程呢 如果正确的讲话 你不知道你会想吗 你把华语来笑 他说 你不知道怎么会 在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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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你们的观念 这是硬生 要把它拆开 这么是佛法 你以为 这个语言干净 才是佛法 各位 你为什么不会讲话呢 你要好好地学讲话呢 那各位 你以为 你有没有 痛定失控啊 你有没有 自己真的 好好地提不到 什么叫做正确的讲话呢 这真的什么 真的很困难 很困难 但是各位 你要恰功夫去研究 所以 所以 正确的讲话 我们在这里不讲了 我已经跟我讲了好几年了 你自己来去观察 你的正确的讲话 看看你会不会正确的讲话 我是觉得 要开这一门课 这一门课至少要找个一年 如果欢迎用华语 卖语 正业正业 感官 业 业就是行为的意思 业就是行为的意思 我们也常过人家 我们这么常过人家 哎呀 你现在做什么事业啊 有没有 好 对 你现在做什么事业啊 就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啊 有没有 现在是一种行为 所以 所以正业 就是正确的什么 的行为啊 好 像刚才那个学生 往我拴住你 这就是不正确的行为 我妈妈上机会交易 不正确的行为 好 主位 一样的道理啊 你的想法读我 也是不正确的 怎么 也行为啊 那主位 我 我叫你看 你才看 我叫你不要看 你不可以看 你 各位 你要看 找是我在这家里看 找不是没有 给客人 想看 那主位 正确的行为 有很多种 它都是正确的行为 那主位 那正确的行为 对正确的语言啊 事实上在我们生活来讲啊 是讲的很 很严谨的 我们方文 使用一句话 把那四孙子的这两个讲解 谨言 盛行 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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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 你平常表现怎么样 你的态度怎么样 你的行为又是如何 那你说这个佛法 这个佛法把佛字拿掉 你不能接受吗 它跟宗教是有什么关系 我才问你讲它跟宗教没关系 所以你不要跟宗教 存在一起 再来第五个正面 正面有的人解释什么 有的人怎么解释呢 有的人把它解释说正当的工作 正当的事业 我不太喜欢这样解释 所以这样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正面的意思是说 你要正当的职业 正当的工作 来养活自己 叫做正面 那它解释是这个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 比较狭隘 我比较喜欢用广义的解释 来解释叫做正面 各位 所以我所解释的正面是什么呢 正当的生活 就叫做正面 正当的生活 就叫做正面 所以我写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各位 像以前我们有正当的职业 但是我都看到你们知道吗 我都按照三个半面 在整体处理 所以为什么 以前我们要做正面 所以有时候晚上坐到七八点 坐到七八点完的时候 然后同时就像一样 卡拉OK 去唱一首歌 唱什么歌 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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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些人会唱 那些人 要是就能唱 看过来 那些人 但是 那对我问你 我会有没有正当的工作 有 但是我这样的表现 是不是能接受吗 一定不是事实所做的话 但是 但是正当的生活 各位 这里面就包括 我按所讲的 对不对 我本身呢 我的工作 我要工作 我的做事要正常 我的步调呢 本身要做耶稣 这也叫做正当的生活 所以一个人怎么可以呢 不有正当的生活呢 但是所以 你要正当的生活 各位 你不要想念这几个字哦 这几个字哦 不简单 各位 为什么这几个字不简单呢 这几个字哦 我总共是问你的问题 该起来 要起来 该睡觉 要睡觉 坐得到几手 不是 我看你 我看你都几个人啊 好 也不是很好做得到啦 不是很好做得到 这已经知道了 实在是 那几手 我也没有想的嘛 没有想标准的啦 所以我就要反哄嘛 你就没有想做得到啦 啊 这个正面 接着呢 正情 又按说正经境 在旁边写三个字 正经境 好 所以 你今天要这么大向上 你今天要勤劳努力 或者说你今天要不断的亲信 所以 不断你 不论你做什么 你做事业也一样 你修体也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从事业的角度来讲 这么说 可有人好做讨论啊 是吗 他是爱质 不爱贵人啊 他就是感觉什么 质质质质最好啦 对 我比银银 要叫大十个卖人啊 大十个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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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钢销你卖人啊 你卖人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我们卖钢销啊 这样啊 叫做葡萄档不利用啊 那所以 别人担心啊 担心啊 担心啊 他都叫董吗 这个人是有意义吗 我先找你哦 你是处理来干净的啊 你是处理来做事业的啊 这根本就不正确 所以说你做事业的卖人 同样的道理 你想要也同样 你想要也同样 学我啊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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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会感觉 各位你要知道吗 有个东西可以学 有个东西什么 不可以学 可以学的是什么 可以学的是要符合自己的状况 符合自己的条件 你才可以学 那不各位请看看啊 奥运多 你才要活鬼 奥运多 你才要活鬼 你要知道就你们这些用词 咱来跳水好了 我看你跳了你就奥运来了 跳不好你就 你就一定会贪慰 甚至呢 你可以这样学吗 你不能这样学 因为什么 你没有那个条件 因为呢 你没有犯过这样的训练 你不能这样学 再说 那是这为什么可以 都坐在树下 哎 这样子睡觉 各位 内在不亲近的人 有办法吗 内在没有全然的方向 有办法吗 世上可以放掉他的防卫 你可以放掉吗 你知道他放在五块钱 是 所以你跟着 侨献不同 你的境界怎么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高僧 现在的高僧 保庆老得上 成天残序 成天残序 保庆老得上 大家就说 坐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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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坐在那边 然后再说 再说 说老尾修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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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不要担就好 不要不担当 各位难道不得吗 叔父啊 我要怎样 给你好奇 喂 你知道我要怎样 跟你说吗 你只要再给他凶嗨 你就是好奇 你不用想 你上了我最神 你知道对不对 你别在讲好奇 你不要上那边就奉命同火了 你还要直接 今天的阿仙再跟他说 他当时 人家做的阿仙都跟他说 跟在你身边的人 看起来都不怎么样 谁要跟你学 奇怪 谁跟在我身边 我都不知道谁跟在我身边 所以呢各位 所以说 你自己呢 要正确的精进 那为什么要正确的精进呢 好 我只要一说明 跟他上班的 要好好去上班 不可以说什么 想到一段 老头说 书 老头去坐一圈 你把我看完就真正 手是谁 真正的 这一公司哪不足 好 实在是 各位 这比较佛法 好 乱七八糟 所以说你今天你要休息 你要努力 你要上进 但是呢 你还要符合正道 该休息 要学习 该认真 要认真 这样已经够了 我跟你讲 够了 各位 怎么叫够了呢 你如果讲说 书来不够 我一天 下半天 已经两天 我已经两天 我已经两天 是要想到什么 现在才能够了 主委 这是完全不懂 佛法的人 他把他的生命 可以切断 他把他的生命 变成只有两个小时 主委 不是 我们已经讲过了 正义 就是休息 正夜 就是休息 我先教你 你今天在公司 没有继续 我先教你 你今天在公司 在做什么 我先教你 你现在 你现在 在你家 你家人看的 是在做什么 这不是修行 那不然就是什么 各位 你把修行扯到哪里去 你把修行扯到乖乖什么 你从八正道人来看 哪一个不是你现在的样子 哪一个不是你日常生活 但是呢 你为什么要把修行 跟你的生活切断 你为什么要把修行 变成工作切断 这个很奇怪 这完全的好不同方法 各位 就像各位 你们该来上课 你们就要好上课 但是回家 该复习呢 也要什么 也要稍微复习一些 那你刚才的意思是 我修行扯到 有所谓 你把修行扯到 我修行扯到 我修行扯到 等待着六号 你是否愿乓得 你就觉得 用错地方 该怎么样 他都怎么样 但是所以 但是我们今天说实在的 我们这第五个 第六个就是正知正理正业 正命正情 第六个正念 哎呀正念很困难 正念很困难 所以正念 我先按照 事分的解释来解释正念 作为正面所讲的正念 就是呢 事念处 你在反面写 事念处 一二三四个是 念头的念处 所谓处 回到隔下还有没有问题 那作为思念处是什么呢 贵了 我讲你挑起来 观身不尽 观身体 不干净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察感受 是痛苦的 观心无常 观察你的心是无常的变化 观化无我 好 各位我解释一下 有一本经 英文很短 叫做八大人绝经 八大人绝经 意思就是说 它有八条 希望那每个人呢 从各八条去 觉悟他的人生 所以才叫做什么 那各位 那事念处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念头 应该时时刻刻去观察 观察什么呢 简单这么讲 就是观察身心世界 就是观察你自己的身心 还有呢 外面的世界 简单就这么说 那各位去观察 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去观察 这个世界 到底又是怎么一回心呢 那各位 说观到世界 说不定 你会觉得说 那世界我到底是要分哪一国 是要从台湾观到美国 还是怎么样 各位 所以我刚才说 不然是观察 简单来说 就是观啊 自身以外的一些事情 我们古人常这么讲 以此为境 可能是心境 以同为境 可能是理观 所以 各位 你要去学做的 你应该去观察历史 所以 如果包括明国呢 那是二十五尺 你可以去读二十五尺 你再去观察 那各位 那你说 我不要观察这么多 没有关系 那你观察你身边的 观察你工作的岗位 观察你的家庭 观察你的心境好友 观察你所有的 所谓的世界 你去观察 难道你不如觉悟吗 难道你不能觉悟到 所有一切的事情 都是短暂的吗 难道你不能够去观察到 你可以所拥有的东西 它必然会消失吗 难道你没观察过吗 我常这么讲 只要可以 只要你可以得到的东西 都是假的 我去顾问到 雄独立心 只要你得到的东西 都是假的 你说你现在得到什么 有 我得到博士了 你是得到博士了 但是当你走的呢 博士跟博土 差不多了 你走的呢 不是跟博土 还没差不多 所以你得到了明吗 你得到了利吗 或是说你得到了轻松呢 或是你得到了种种 所以叫你去什么 为什么学佛 要去总的什么 观照 如果是观照 这两个人太深的话 那我怎么 都要观察 你应该去观察 人生吗 你应该去观察 生命吗 你应该去观察 生活吗 那这样呢 人生生命生活 你不是全能懂的吗 你为什么不去观察 你为什么只要停留在道院呢 或是只停留在无奈呢 你透过观察 你什么都会道 而且是百分之百 你已经会透彻 除了说实在的 你自今 当然 你自今对你的命令 还不透彻 对 你说你想要什么 我就跟你讲 连你的生命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那你还想要什么 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都丢给你们 有的人 你要自己找答案 都是你下过苦工 找到答案 对不对 你可以问 所以我是一个呢 对 是你怕 可以问的 师父就好了 什么师父我都不知道 最怕你不问 为什么 因为呢 你不愿意去应对他 因为你 你有什么 行身 你没有 你没有 对 用尽你自己的心力 去追求那个问题 你不愿意去看到他 所以你一直呢 不是放任他 就是不敢去碰触他 因为你生爸 得到的答案 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的 你可以得到的东西 都是假的 这句话就要吵人家 吵到国家 我吵到这句话 你都要吵 你都要吵人家 你都要吵人家 为什么 四年处 谈到这一句话 因为透过观察 你得到了答案 所以正念 把他观做起来 叫做正确的观念 那所以 什么样的人 才会拥有正确的观念呢 答案就出现了 一个人只要时时刻刻去观察 真心世界 这个人呢 就会拥有正确的观念 看不得很清楚了吗 所以各位 最后也叫做正硬 所以谈到 还好正硬 包括我们的心 谈到正硬呢 我就觉得很愿望 起来做玩弄的观念 各位为什么我说 很愿望 我们不是说 会办禅修吗 会不会禅修 做禅 到最后得定 叫做禅定 这样对不对 做禅 得定 叫做禅定 各位为什么 我说很愿望 所有的人 平常 有没有 参见也不正确 意志呢 也没有天天 讲话呢 乱七八糟 行为呢 有时好 有时坏 生活呢 做起又不正常 有时候又禅 都会人满了 那 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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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坏 有一天大赛 胡思乃想 结果呢 在十一月 二十七 二十八 各位 贪修了 现在该报告 现在过来 是我们 要贪修 要贪修到 要贪修到 我开口就骂你说 请问哦 你去谈什么修 我就问你嘛 你凭什么来谈修 那你谈什么修 那你要什么修 那神师傅 我一样的一生 你找到外面什么 入地 你把你入地也干净 对 第十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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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过公主 就十公主 公主 那不是这么近 不然你会怎么样 那各位 你现在看到 世尊所讲的证定吗 世尊所讲的证定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各位 世尊所讲的证定是说 只要前面七项 你都做到了 第八项 自然是什么 才是西项你了 讲完了 没有前面七项 第八项 是不能够展现的 第八项啊 是他的什么 结果 所以他终于 正悟啦 叫做正定 他不是你在这里打着作 便 到修到什么地 简直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大家都在想 不知道在想什么 看得到 不可以 好 不是这样说的 硬末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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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像什么 你知道呢 对不对 比如说 正经就像中生路一号 正经就像中生路八号 哪有没有听过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 对不对 你们会正经呢 所以呢 事实上每次我读到这篇呢 我会有很深的感慨 天啊天啊 我们以前都怎么样 我们以前都把前面七个 摘掉 拿到一家人 拿到一家人 你录定 你录定 办公室 一二三 我的录定 一二三 你去看什么 一天才不在习 所以你们学的魔法 你不觉得太残忍 你不觉得 实在是很隐蔽 你不觉得 你过去所学的 都是欺骗自己 原来啊 成就的前面 后面 我自然就得定啊 所以 我再举个最简单的概念 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好了 现在有一个人 平常的 怪话说尽 怪事作诀 所以晚上睡觉 他就害怕什么 他的仇家也发害他 不然就害怕 比起被他害死的人 翻译变成什么 立国来什么 来掐他 这也穿红色 知道吗 这也穿红色 那所以那个人 就考虑 问啊 一个人 他说我要怎么样睡觉 我翻译 才不会恐惧 才会很好睡 那个就告诉他 很简单啊 重新之后 你不要再翻译着的时候 你晚上就一定要 很好睡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白天说什么 你晚上怎么 怎么有可能 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们通过了很多的修行 把一直把 一直把佛教当成了一般宗教 一直把佛教当成神教 然后呢 各位我们电视看多了 一天这样 放酒头了 你有在睡觉 就在电 你就看吗 你电视看多了 露定 不是这样的定 那各位 那世尊师弟所讲的镇定啊 不是露定 那叫做协定 那就是呢 前面所讲的 乃至协定规划 镇定什么 计划 所以那叫协定 所以什么叫协定呢 所以协定呢 就是坐在那边啊 生不动 心呢 也不动 坐在那边 那叫协定 所以 我说几个例子 假设在草人国中 所有的老师 差不多要贵的 蔡老师 差不多要贵的 好了好了好了 假设168啦 168 168 这168个老师来学佛 学佛之后呢 从此呢 上课就目定 你看你这些人就这么干 所以 学佛学到最后 状态不得了 你看你这些人 所以我们学佛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要在那 不是要让你在那边见什么 你的生命本来可以展现得很好 变成你的生命呢 封闭了 凝固了 这不是佛法 佛法是佛婆的 是寡幻的 是巴龙的 是无限的 人生的 这是佛法 所以就呢 这里面所讲的 真意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所讲的真意是说 这个人处在任何的时空 任何的状态 遇到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境界 他的内心 总是很安定的 总是很清静的 总是呢 对不受影响的 这叫做正定 所以这个正定呢 不是作才 这个正定呢 对不是静态 这个正定呢 也不是动态 这个正定呢 除了是一切状况 一切状况 他都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如如不动的样子 这才叫做正定 那你说呢 那你说真的 你不说这样吗 各位 我跟你都讲真的 只要你 从前面第一个 到第七个 你都做到 你自然就有 第八个的样子 你全部做到了 你自己的百分之百 都做到了 为什么 各位 从正见 你就了解 到世间 所有一切的事情 你不会怨恨一个人 各位 一个人内在 完全没有怨恨 他是活得很好 再来呢 你的内心呢 也不会有 丝毫的恐惧 因为你知道 一切该发生了 他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发生 所以你内心呢 也没有丝毫的恐惧 所以 当你透过观察 你的四年处之后 你的内心不灿烂 内心不执着 你的内心不挂爱 你的内心呢 不强求 你知道你的心 到底是多么的 自在吗 这样你怎么 不镇定呢 这样 这样呢 有什么事情 好让你烦恼的呢 这样有什么事情 可以把你击着呢 没有这件事情 可以击着你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最任何人 不要用击着 我们现在 这样子 你知道吗 大一样 他就多跳起来 你都把六十万 他就抓狗 所以呢 所以呢 读到这边呢 我不知道 你自己 到底有没有感慨 或者说 你是不是应该 请示一下 以前你学活这么久 你的观念识 是应该彻底去调制 你学活法 干净 没有前面的东西 不要看后面 原来前面的东西 就是你现在过的样子 就是你的生活 所以你还说什么 活话太轻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那难道 读其他的书不行吗 一定要去读 活法 不要这么说 对 他可以告诉你 简单这么讲 像我在演讲 我刚才的题目 叫做正确的人生观 正确的人 演成观 一天之间 就在发生到 他才会证 不然不可能证 所以呢 诸位 回去呢 好好的 好的事情 检测一下 看哪里 所以说 看哪里 做不到 好 请说 从第一个 提到第一个 他觉得就是 在正确的意志方面 比较难 像我们常常在 如果是 外表上的 正与正业 正业方面 虽然说不容易 达到完全的 正确文物 但是 一个坚定的 理想和意志 很容易就会 受到动物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要如何去增加 这方面的 坚持的能量 好 应得 你刚来 已经变成一个 有为的亲眼 要去 明白 正确的 价值观 但不要 活在 别人的 价值观 这句话 是神对你讲的 什么是说 要活在 正确的 价值观 不要活在 别人的价值观呢 我举个例子 你的理想 你的父母 不见得认同 你的理想呢 你的朋友呢 不见得呢 会认同 你的理想呢 这个社会呢 不见得呢 会看好 但是 那是 你的理想 所以 只要是你的理想 但是要 符合正确 这两个字 你就应该 去坚持 对 因为呢 那是 你自己的 生命的 崭信 好 就像我一样 当我立志 我要当 教书的时候 我的理想 已经很清楚了 我的理想 就是教书 后面的 事情 会怎么样的 发生 我大概 已经知道了 第一 我一定呢 不会大富大歸 好 第二 我一定呢 对 不会呢 对 这个家财乱惯 然后呢 我也不会呢 到处呢 想要去攀缘 不会 但是如果说 你的理想 跟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有危陪了 你就要重新 检测你的理想 重新检测你的理想 对 因为你的理想是 我很想要钱啊 都可以 可以 你可以赚很多的钱 你可以啊 赚的比 比尔盖茨 还更有钱 接着再来 当做 全天下的 可以 所以 当你的理想 建立在前 你的理想 应该要摆在契约家 因为那是 浅的世界 你就应该 摆在这里 你的理想 最后 不要当个教育家 但是我要想 成为 谁是些 最有钱的人 有没有 那叫妄想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当 我的理想 确定之后 我们的意识 是很坚定的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的价值 摆在哪里 但是我不会 受到别人 价值的影响 放心好了 要不认为你出家 就像说 我选择 我选择 要出家 所以你知道 我要出家 跟那个格魁 要劝退一样 很多人来劝退我 你知道吗 祝福啊 不要出家 那就是我们的 四天 不要出家 你现在要说好 不要出家 有很多人跟我劝 你知道吗 结果 我跟他们 归答了一句话 我就说呢 我说 有一个人 曾经 带各位 去爬一座山 但是爬到一半 很多人 叫多酸 多累 接着 接着想早 说 走吧 我们再继续爬山 不要了 想早 我们已经累死 想早 我们到这里 已经很好 想早 不要爬了 好不好 所以我会跟他们 我的理想 在前 如果你们累了 你们就留在这边 但是你们 不能够叫我不要爬 我还要继续走 所以千山我独行 不必想送 所以所有的人 只有我出家 最近 最近又有学生出家 我不是这样 一定要出家 我是说 你要去坚定 你自己的理想 这样 你自己的意志 是不会变得动摇的 人家 就不可能动摇你 那一个人的意志 很容易变得动摇的人 因为 这个人 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他会渐渐地 佛认他的价值 我老实这样讲 你的内在 常常做很多事情 在打击自己 你的内在 很多的挫折 都是你所创造的挫折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的内在 对 一直的自信 往下降 你应该有太多的挫折 在障碍你自己 不要在障碍你自己 这叫做政治 这样可以吗 好 你看 对 相当些咬的都不敢问 你看 所以呢 各位如果说 你从八正道的角度呢 你去明白说 这叫做中道法的 主要的内容 没有错 各位 这叫主要的内容 那你是不是 从明天开始 把八正道 对在你心中 然后呢 然后去告诉你自己说呢 你是不是从今天开始 你要去行八正道呢 各位 这个就是 你已经迈向 成佛之道 我就刚恭喜你 如果你还不应该 做的话 哎呀 各位 那你只不过 他记得什么 佛学的知识分子 罢了 就是一个黑暗格 所以就这么讲 各位 后面这段 当然讲过了 所以看 所以看下段 这中道 就是八正道 等四肢弄灭的时候 又被阿难说呢 自归 归归 悟归 悟他归归 翻过来 意思是说呢 弟子们 因自己 依化而行呢 把所谓 依化而行 这四个字画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每个同学 也都是 依化而行 依的话 以自己的想法 法规 你只要想法 以自己的想法而行 不够 事后 自己就这样 这个诸位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 早就对了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 你现在应该也正在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 你应该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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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